我们的心 一切众生的心 本来就是光明的 本来就是清净 清净光明 并没有失去 只是当下迷了而已 心一切没有丝毫改变 佛看见了 法身菩萨看见了 所以赞叹你 本来是佛 你跟诸佛过来 同样的 居足 空击心 妙缘心 无碍无助 无责 无外无内 平等 自卑 菩提心 我们 这个经题 后半段所讲的 清净心 平等心 大决心 只是 迷而不去 这是 一切诸佛如来 对六道众生 非常感叹 说了一句话 库列明哲 他不是没有啊 有啊 没有丢掉啊 只是一念不去 这不就就没了 不认识自己的心性 可使自己心性 依然起作用 决有决的作用 你又你的作用 全是自信启用 决量的启用 清净光明 现出来的是极乐世界 迷了起作用啊 那就看 迷得有前身不同 有染境不同 有善悟不同 这就造成了 舍法界 一阵状怜 借了的受用 是化妆世界 是极乐世界 密宗家的秘宗家 密宗家的密言世界 名词不一样 其实 一段死 自信 真是受用啊 係不一样 密聊也如是 你密的前身不一样 密的大小不一样 密的争望不一样 谜的敬慧不应 谜的善悟不应 所以摄法于一针装眼 看起来很复杂 出身无尽 其实再怎么复杂 源头是一个 上一颗大树 非常丰谋 无数的枝条 一点都不乱 条一副枝 枝一副干 干一副本 本一副根 一点都不乱 这是什么 这是现德 现在在决的时候不乱 在谜的时候还是不乱 妙 真不可思议 你把谜理顺了 它就救了 你不理会它了 那就是一个乱象 理会它 它就变成很有秩序 想着 回归 笨诀的 这个方向 走啊 那就好了 好 好 好 电话 好 感谢观看